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日的娱乐CSI又要带大家回到TVB 因为TVB特别多小生花旦 今次要讲的就是地下情还是地上情 所以大家都知道陈浩和廖碧儿 这个戀情已经传了6年多 在今年的年头亦都传出陈浩搭上阿蛇 就飞了廖碧儿 不过前一段时间见到他们又情侣当出现 大家就以为他复合 怎料又被记者拍到廖碧儿 跟一个新搬上游艇狂欢 究竟陈浩和廖碧儿之间的感情 是不是真的没有了呢 不如一起娱乐CSI 今年的年头盛传 已拍拖6年的廖碧儿和陈浩 已经分手 由于陈浩踏上了蛇丝曼 蛇丝曼和陈浩的确在今年之内 合作了很多 经常都招直相对 大家就以为陈浩已经飞了廖碧儿和阿蛇 才在一起 怎知在上个月 大家又见到陈浩和廖碧儿 一起用情侣当的角色出席这个活动 两个还公然地打情骂照 大家就觉得他们两个应该都在一起 应该不是和阿蛇在一起 很多人都说阿蛇还要伤心到 去到国内拍剧集不回来香港 个个都以为陈浩就和廖碧儿在一起 相信都雨过天青 怎知前一阵 又被记者拍到廖碧儿又出去偷款 其实这么多年来 一直盛传陈浩是非常之好仔 在TVB里面 所有的花旦 看到他都非常之开心 但他和廖碧儿一起之后 都不知多专一 陈浩只是想着做事 而廖碧儿和陈浩一起 这么久就玩了这么久 大家以为今次他差点失去了陈浩 应该会对他好一点 怎知又被记者拍到他在7月11日 其实当日就是这个世界杯的决赛 看到廖碧儿非常之小心 去到游艇会上船玩 当然上船就不会他一个人 还有一大班朋友 其中一个对他特别好的男伴 就是一个竹星仔 外表非常之高大 还挺帥子 有点像陈冠希 他和他一起上游艇玩 玩足了几个小时 玩完之后 还要下船之后 还要上男伴的车 去到一间独立屋 可能那晚是世界杯的决赛 整班就一起去看世界杯决赛 究竟这个男伴是什么人 一班技术从他的游艇和七人fan去查 才知道原来这个七人fan 就是林建岳的儿子林孝然旗下 当然这个男士不是林孝然 不过他可以知道他用的车 都证明一位男士的身家 都是非常之丰厚的 除了丰厚之外 当然就是和林家的关系非常之好 如果不是 怎可能用到他的fan 大家都相信 其实这位男伴一直都对 廖碧怡照顾非常之周到 虽然很担心被人拍到 但他们两个一路走 都是有讲有笑 玩整个通宵这么久 对着这件事 一班记者都问过廖碧怡 廖碧怡说7月11日 他有功能去做 怎可能上别人的游艇 但记者就把照片给了廖碧怡 廖碧怡假扮听不到 不断讲电话 就无理记者 而陈浩又怎样呢 陈浩说由于自己非常占王 忙着开床 真的没时间理会其他东西 他和Bernice有联络 不过都说连家人都没时间见 何况Bernice 接着就拉过这件事 那些记者在问他 看到他一直在抵抗 非常之紧张 至于廖碧怡就说 自己那天有功能去 有什么可能跟人去玩 那些记者翻查记录 7月11日 的确廖碧怡是没有活动去的 为什么他要不认呢 究竟谁说真话 谁说大话 那些记者就说 廖碧怡不要说大话 既然就上了人家的船 就当朋友一起去玩 何必要跟记者说 那天有活动 他明明查过他那天 是没有任何活动出席的 那我这么久 是时候八转公投 今天八转公投的题目想问一下你 你觉得陈豪和廖碧怡 是否都是在一起呢 你可以将你的意见 去到八转娱乐的网站 踢入讨论区 将你的意见发表 好看 好看